傅巧妹,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顾DNA主任,为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,中德中科院马普奔则顾DNA实验室主任,人类演化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,文字吧,傅巧妹,可以说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,尤其要感谢潘建伟老师让我有这个机会, 把我们这个领域的声音传递给大家,其实大家通过这里看到的图片,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,我们是通过古DNA研究人类演化,古DNA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,但是对于下面这个图片中的染色体就非常熟悉了,可以说我们人体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染色体,染色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双螺旋结构, 对于传非常重要,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双螺旋结构中有剪辑互补,这种剪辑互补的半保留复制就是的DNA有很多魅力,而且在剪辑互补的过程中,其实有时候它会出现一些错误,这些错误其实对我们人类演化是非常重要的,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之间由于这种错误,它就有一定差异,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,黑行星跟我们人是非常近的,黑行星与人之间,相对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会更大一些,黑行星和我们人之间有多大的差异? 其实它们只跟我们有1%的差距,也就是99%的遗产物质,其实跟我们人类是一样的,那么我们人与人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? 是在刚才说的1%的前提下,减少了10倍,也就是1%的差距,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人体中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染色体? 我们一共有23对染色体,其中有一对是性染色体,也就是这一对性染色体,决定了我们的性别, 当第一个受精老产生的一瞬间,由父亲和母亲急功的X和Y决定了我们的性别,在这种过程之中,其实它也告诉了我们染色体是由父亲,母亲各一半急功给下一代的, 其实在我们人体中,除了染色体以外还有别的物质,也是带有遗传特别的,比如线玉体,它跟染色体有些不一样,它主要是通过母系遗传, 它的遗传物质相对要少很多,但是它在我们整个细胞中,会比刚刚看到的核都很多,比如这个细胞的示意图,里面就有非常多的线玉体,它的遗传物质很少, 而其中只有一个细胞核,核里有我们刚看到的23对荷尔色体,那么我们不由回到探索人类演化,我们就很好奇在过去的几万年,几十万年里, 其实有很多人类存在,在这种存在过程中,在原古的时候,可能大家对于当时人类的认识,更多的是认为他们需要生存,能够生存下去是首要条件, 是不是那个时候,人就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,其实并不是这样,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艺术品,其实都是几万年前人创造的,比如说这里看到的古迪,它是几万年前在德国出现的, 这里看到的雕像也是几万年前的,所以,在几万年前的人,并不只有简简单单的生存需求,他们也有精神上的需求, 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非常好奇在几万年前,是不是存在过很多不一样的人,比如跟我们现代人不一样,我们可以看看这两个图片中的股价,其中一个就跟我们现代人非常相似了,另外一个就非常不一样, 这一边左其实是跟我们现代人不一样的,这个又是跟我们现代人一样的,这边不一样的,其实就是南德特人的股价,非常明显的它有这种刀雅铃的形状,而我们现代人并不是这样,它还有很多性质上的不一样,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些人的相关遗传,了解过去发生什么,同时也让我们了解我们是谁,我们从哪里来, 通过更多的研究,让我们知道呢,是的,这种研究是通过什么,就是古DNA,那么古DNA是不是就像这里看到的,我们可以很粗略的把遗传物质,从相关的骨骼中获得,就可以做相关研究呢,并不是这样,首先,其实古DNA的对象并没有一个局限,我们虽然大多数用的是骨骼,但是即使是在相关的土壤中, 我们也能够获得古人类的DNA,像2017年Files上就报道过,利用这种土壤的DNA,获得古人类的DNA,也就是说只要是跟古人类样品有关的,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, 那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?可以看看这张图片,如果从血液中获得相关DNA的话,有很大程度上都属于个T本身,而且它的片段非常长,但是对于古DNA,即使你的研究对象,是这个直接对象的骨骼,里面的DNA也只有少量是属于内源DNA, 很多情况下都是微生物的DNA,而且这种情况下,它的DNA片段非常短,所以如果我们研究对象是人类的话,这时候如果有少量污染,对于现在DNA影响并不大,但是对古DNA影响非常大,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不光要做很多预防,在后期的评估过程中,也会做很多工作,当然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即使在实验中做了很多事情,在出土过程中,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历程,所以它可能在实验之前,就已经存在了很多污染,不管怎么样,我们在实验过程中,尽量保证不要带来这种污染, 比如,我们会使用超镜式,这种绝对的封闭宽境,包括不受微生物的影响等等,一系列的操作,比如这里看到的防护厨,还有细微的操作,保证我们在实验过程中,尽量不要对后期带来更大的影响,同时我们会加很多这种特殊的编码,保证我们每个个体之间是可以分开的,另外还有一点,大家愿意识到, 其实我们在获得的样品过程中,尽量减少对它体质的影响,可以看到,我们在这里,只是对它骨骼中非常小的部分是一个骨粉,所以影响并不大,对它们的其他研究,并没有受到我们的影响,此外,我想给大家说一下,古DNA可以这么讲,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新奇, 但是在最近十年,可以说是古DNA迅速发展,而且非常繁荣的阶段,它的繁荣其实跟它的技术还有大数据挖掘有很大的关系,比如古DNA跟下一代测试仪, 二代测试仪和,出现了第一个古人类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素草图,同时也出现了伪失的古人类,丹尼索我人,另外高效的战略文库建设,使得我们获得了高质量的古DNA组, 这个高质量什么概念,就是跟我们通过现在的某一个个体获得的基因组质量,是可以相评委的,而且后期很多人用这个做了相关研究,另外一个很重要的,就是我们开发了有效不过大量的核DNA的技术,使得之前微生物含量很高的样品,都成为我们研究的可能对象,另外就是有效的获得短片段,这个字眼可能并不足够, 但是我可以通过一个实例,让你知道它的重要性,比如说在2014年前的研究,都认为,古DNA是跟生物化学中,DNA这样也有很大关系的,所以在常规环境下,它的极限时间是10万年,也就是说10万年以内的DNA是可能获得的,10万年以上的DNA是很难获得的, 但是通过这样有效复及古DNA的技术,使得这里看到的非冰冻层里的DNA提取,由原来的10万年,提升到了40万年,而且这个40万年,就是一个古人类的遗址,让我们获得了很多信息,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DNA技术的开发,对于古DNA的影响,同时由于技术带来大量的数据,使得我们这个领域跟生物信息还有数据挖掘,也有很大的关联, 在这里,我想取其中的一个技术,也就是有效复及大量和DNA,它对于这个领域是怎么推动的,而且它本身捕获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情况,首先我们会设计非常多的跟基因族有关的探针和微点,在这个基础上,我们再把相关物量中的DNA跟探针进行复济,这个原理和常规的一样, 但是我们有很关键的针对探针的扩增技术,使得我们能够有效地获得古BNA杂交以后,把它固定在对应的磁组上,最后写低调溶液中的古BNA就达到了复济作用,我想通过实例让大家知道这个效果,这里看到的实例是居近4万年前的一个个体,它的BNA,比如21号染色体, 在这个个体中,只占到了0.0003%在复济以前,但是在复济之后,它的BNA能达到47%,而且复济过程中,我们把它的复杂性也保留下来了,由于这项技术的开发,也是得我们研究的古BNA对象大大扩大,比如近三年的这些研究中的很多研究对象, 是来自大洋洲这种炎热的地方,甚至是非洲,甚至是40万年前的个体,都是原来不可能获得的相关数据成为可能,在这种情况下,其实我想让大家知道,虽然这个领域在近十年发展的非常迅猛,但是在这个过程中,也是跟我们相关人员的努力分不开的, 相关人员对很多不同的挑战,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保持的科学好奇心,才使得我们刚刚看到的繁荣成为可能,接下来,我要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人类演化,在这里只是简单的给一些背景,比如说,我们都知道,人类的祖先最早出现在非洲,目前争议最大的是现代人的起源,但是,对于人类本身的起源,是没有任何争议的, 而我们的研究框架,是在人类整个大的框架下进行的延续,虽然人类在182万年前走出非洲,但是之后有很多不同的类型,在我们现在的欧亚大陆上都有发现,比如这里看到的尼安德特人,还有亚洲这边的丹尼索沃人,还有大家都知道的北京人,大力人,爸爸人等等,但这里值得两个人,是我们目前有和基因组的相关的个体, 我们有相关个体之前,很多人认为相关现代人走出非洲的时候,很有可能是完全取代当时的古人类,而没有任何基因交流的,但是,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,也就是尼安德特人第一个基因组草突出来的时候,才知道这种绝对取代并非真实的, 因为尼安德特人,对于我们现在的现代人,只要不是非洲人,都会有1%到2%,甚至4%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,这是在2010年,通过尼安德特基因素草图才知道的,另外一个人就是丹米索沃人,丹米索沃人并没有像尼安德特人,对所有的人群都有影响, 它主要是对于大洋洲有影响,之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两个人群,给大家做更多的介绍,但在这里,我主要想让大家知道,在过去的几万年里面,其实发生了非常多的故事, 在早期现代人跟这些灭绝的古人类,互相关护人类共存的阶段里面,到底这些早期现代人,是怎么演化成现在的亚洲人还有欧洲人的呢? 还有他们在共存的过程中发生过什么? 接下来主要针对这两个主线向大家介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